大家好 我这棵无花果 这是以25块钱的价格购买回来的 不过购买回来就发现不对劲 那么怎么个不对劲法呢 今天就跟大家说一下 我买回来的时候 发现上面这里已经出现了截断的现象了 所以截断了 这不能要了 然后把它在这个位置给它截断了 可能是在发货的过程中 被人是物流 或者是做了一个不适当的操作 然后弄断了这里 就是折断了 折断的话会影响它的生长 所以不得不防这个位置给它修剪掉 然后经过了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 这里长出了这些新叶片了 这里也长出了侧芽了 然后回来给它做了修剪了 给它晚了两天的苗 然后就是给它混泡了一些极流栽种的 混泡极流栽种的话 我就是以猪和沙 一些田园土 还有一些火山石 一些椰壳 还有一部分的羊粪 给它做一个添加 混泡菌营栽种的 大概就是基本上 每样两份与这个羊粪为多 羊粪的话 只有是一些风干好的羊粪 因为条件有些 我到网上去购买了一包这种羊粪的 然后添加了大半包进去的 然后就是直接给它混泡菌营 一起栽种的 就是别人咬的土鳩 给它一起栽种下去就可以了 而且这种羊粪它的肥力是比较充足的 不烧根 不板结 它细放的羊粪是比较慢的 不像某些化学肥一样 它一下子就细放出去了 最好是使用一些农家肥 给它做混和栽种是比较好的 最好的话 到农家院或者是农场 去弄一些回去给它做一个发酵 或者是风干 其后混和栽种也是可以的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好 下期再见